马龙暴冷出局后 中国队右翼世界冠军惨遭淘汰 球迷太遗憾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访问各位朋友啊 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些国拼的最新情况 国拼在结束完德班士兵赛 选拔赛之后呢 也是前往河南新乡 参与即将开始的河南新乡冠军赛 目前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 可以看出呢 也是有多名世界冠军惨遭淘汰 我们希望呢 随着比赛成功之后呢 国民教士们能够稳扎稳打 取得获得成绩 作为曾经获得过双拳大满贯的马龙 此前也是暴冷输球 这让他的球迷啊非常担心吧 因为通过目前来看 马龙确实在自己的经济状态 下滑是比较严重的 毕竟年龄增大之后 他的一些能力呢 所以我们希望呢 随着马龙在以后 真正能够往这未来吧 此前马龙也是已经获得了 台湾时兵赛选马赛的一个资格 期待他能够在时兵赛中取得 获得成绩 就在日前 随着马龙正式出局之后呢 又一名中国的世界冠军 也是惨夺淘汰 让球迷啊 表示非常遗憾 是谁呢 就是曾经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的 中国香港一级 杜凯琴 杜凯琴其实曾经的表现非常不错 在时兵赛中 3比0横锁过文文玉 可以看出呢 作为杜凯琴来说 他的排名 包括能力方面都是非常强的 但是本次比赛 杜凯琴的运气非常差劲 抽到了孙颖沙 可以看出呢 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最终呢 孙颖沙是3比0横锁 杜凯琴进行下一轮 作为杜凯琴来说 也成为中国队出局的另一个人嘛 我们希望呢 杜凯琴能够在以后 再次的摩莱斯底的技术 争取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取得获得成绩吧 随着马龙杜凯琴等一些 中国现场出局之后呢 可以看出 本次的比赛 确实非常激烈 在刚刚呢 赵美之后也是暴龙出局 我们希望呢 国平教师们在心态上 不要受影响 争取一步一步 做到决赛 因为目前来看 很有可能在八强 包括四强 作为国平的内战 到时候呢 到时候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期待孙颖沙 樊凯琴这样的核心球员 都能够取得获得成绩 目前来看 樊凯琴呢 这个半球 整体的实力相对来说 又差一点 期待这个赛季 樊凯琴能够这次的 获得冠军 因为本次的河南新疆冠军 不管是对鸡飞 还是脚筋方面 都是非常丰厚的 此前新加坡比赛 樊凯琴是获得了 南南和南后的冠军 我们希望呢 这次比赛 樊凯琴这次呢 能够输货南南冠军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再会下期 再聊